近日,华为Mate60系列两款新机首发了卫星电话功能 搭配运营商的相应服务,可以在没有基站信号的情况下打电话 由于是首发功能,大家对各种操作和场景都非常疑惑 比如最近就有网友使用华为Mate60 Pro在万米高空的飞机上拨打卫星电话 并对该项功能进行测试 那么,手机的卫星电话功能能否在飞机上用呢? 答案是,并不能 就以国内某航空公司运输总条件中2023年9月版的成绩细则为例 禁止在航空器上使用电子设备 包括但不限于发射功率在100毫瓦以上 Wi-Fi工作频率不在2.4000MHz波段的便携式电子设备 如无发射功率标识的手机、卫星电话、移动Wi-Fi、对讲机、无人机遥控平台 遥控玩具和其他带遥控装置的便携式电子设备 而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飞行标准司发布的 《机上便携式电子设备使用评估指南》中规定 在飞行期间,当机长发现存在电子干扰 并怀疑该干扰来自机上成员使用的便携式电子设备时 机长和机长授权人员应当要求其关闭这些便携式电子设备 情节严重的应当在飞机降落后移交地面关机关依法处置 并在事后向局方报告 其实,飞机上也不是完全不能打卫星电话 但仅限飞机与航空公司运行控制中心拨打 一直以来,为了保证飞行器与地面控制中心的通信联系 保证航空运行安全 利用现代卫星通信技术 在每架飞机与运行控制中心之间建立即时 可靠的语音通信联系是非常有必要的 而事实上,目前基本所有民航飞机都具备卫星通讯能力 也就是说,目前民航客机安装卫星通讯装置 是为了解决飞机驾驶舱与地面控制的通讯问题 并未涉及旅客通讯服务 而据此前媒体报道 民航客机不支持旅客空中通话 主要是考虑到,如果大面积用于民航旅客机舱服务 资金投入会很大 尽管国外有不少航空公司已经在民用飞机上安装了卫星电话 但由于费用太高,一般人也很少用 而乘客私自拨打卫星电话更是不被允许的 并且,由于手机的卫星电话功能毕竟是小单元设备 在封闭且高速飞行状态下 无论是发送还是接受功率都有限 因此,大家还是自觉遵守各项安全规定 在飞行过程中保持手机关机或开启飞行模式 保障自己和他人的飞行安全